今天的淘尽美味呢 帶您來吃的是Pizza 而且是最原始風味的義式搖烤啊 看到它這個皮呢 非常這個薄啊 非常的脆 但是上面的餡呢 非常的多汁啊 那個汁都有給它鎖住 所以呢 讓大家一聞到 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金黃酥脆的餅皮 飄來陣陣濃郁的起司香 一塊Pizza 有四種口味 可別小看了這甩工 不是練家子 還沒法這麼靈活呢 鋪上新鮮的餡料 直接放進300度的窯爐裡 它裡面的溫度 會像成輻射狀 放射狀 然後 每一條線 就代表一種溫度 然後 像這邊是熟成區 每一會 外圍的餅皮開始融起 麵粉在高溫下 馬上就變成了 胖嘟嘟的 黃金三分鐘 時間一到 Pizza就能上桌了 就還滿好吃的 因為外面比較沒有吃過 怎麼說 味道吧 口味比較特別吧 怎麼說 因為它麵還有不同的顏色 還有這道森林十二珍寶燉飯 用香草奶油白醬 混上了雞骨高湯熬煮 燉到的香味四溢 但是白米還是粒粒分明 香滑彈牙 我們的飯是不會煮到全熟的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比較彈牙 義式料理的甜點 當然少不了提拉米蘇 一層帶有酒味的香濃起司 一層手工的手指餅乾 撒上了可可粉 光是看到就口水直流 捨棄了一般的烤箱 那裡頭大部分的食物 都會在這油爐裡加熱 就是要用烤的烤出原始風味